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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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树下花开 远方烟而归来 摇摇歌声响起 飘过孔雀城外 远离世俗尘埃 流落春春年代 淡淡花香青春皆白代 绿草地的露珠 蝴蝶四处飞舞 还记得那年跟你一起去抓幸福 满山的樱桃树 花磅随风跳舞 落下的幸福是我们 穿真的全部 满山的樱桃树 蝴蝶四处飞舞 还记得那年跟你一起去抓幸福 满山的樱桃树 花磅随风跳舞 落下的幸福是我们 纯真的 全部 满山的樱桃树 满山的樱桃树 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咱们同学就算是毕业了 我听说已经有人买了明天回家的火车票 也就是说从明儿开始 咱们再想聚齐 就不容易了 咱们从五湖四海聚在一起 那就是缘分 虽然咱们毕业各奔东西了 但是咱们大学四年的友谊不能忘 都给我听好了啊 以后 不管谁出名了 谁 发达了 谁落魄了 谁出了国 都不能忘了咱们大北二零一届的同学们 谁要是忘了这做班长第一个不答应 为了咱们美好的未来 干杯 干杯 大明 你要发达了 别忘了干嘛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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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瞎说 诺诺 他没瞎说 我呀非你不娶 去吧 往上推 退不起来就行了 来 都推一下 往下放 放到底再往上推 配不起来就行了 大明 我们马上就要过 没有宿舍 没有食堂的日子了 也不能让父母每月 寄生活费了 而且还得承担 去养父母的责任 压力好大 突然觉得有点害怕 怕什么呀 有什么压力呀 毕业还不好 你是北京人 你当然没压力了 倒是我不能留在北京的话 那我们俩 我们俩怎么了 江西洋 只要有我在 我从来没做过的公司的 我也害怕 加油 这儿呢 这儿这儿这儿 快跑点 大明 大了吧 臭小子你别气我 优伯你也上来呀 你上来呀 还不过 你干嘛呢大明 我完全带坏了 快停一下 快点喊人停一下 让他们停一下 别跑了 新娘 快点停一下 大明 就算这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我死也感谢了 你干什么你 你傻了 别动啊 别动啊 我要陪着你 我死也不过 我死也不过 不行 李晓鸥 我爱你 孟丽娟 我爱你 以为爱情 不会借你沧桑 以为这不是我年纪的模样 爱人啊 大明 大明 回学校啦 不回来 毕业啦 都剩啦 那咱们来得找个地儿躲雨啊 这么大的雨 您好 欢迎光临 您好 开个房间 好的 请出示您的证件 请问您是要单人间还是双人间 呃 单人间 他住 我不住 好了 你这样 做动作 对 钢灵 你干嘛呢 行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就算今天咱们在游乐场出危险了 我也不后悔 真的 真的 你说什么大明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看这妈的耳朵 我说我要跟蒋新瑶结婚 大明啊 咱别闹啊 昨天刚毕业 你别拿你妈你爸打场 没闹 不是 来 我介绍一下 蒋新瑶 你们未来的儿媳妇 叔叔阿姨 等 我不同意 不是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你今天早上没喝酒吧 还没醒呢 提着糊涂你说胡话呢 你说的是什么呀这是 我没喝酒 我说的是正经话呀 我要跟蒋新瑶结婚怎么了 你敢 我 那谁 姑娘 要不你先回去 结婚这么大的事 再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商量商量 再说了 你也不愿意这么草率 就嫁在我们家大明吧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吧 我们俩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是认真的 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大明 大明我先回去 行 爸你这干什么呀 你啊 赶紧赶紧赶紧 突然 是个人突然 别着急 我爸就那样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没事 你生气了 我没生气了 我去活动了 我等你 我等你好好说话 你别跟他们吵架啊 我说你今儿怎么了 我把人都领家里来 你一点面子不给呢 你为什么反对我们结婚啊 为什么 这不明摆着呢吗 你刚大学毕业这第一天 你就跟我们领活一媳妇 你知道结婚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结婚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不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结婚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受得法律认可 最后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结婚只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 户口本 第二 身份证 我说错了吗 爸 哎呦儿子 你说的也忒轻松了吧 你以为把那结婚证一领 你们就算结婚了 那我问你 我问你 你们结婚办不办酒席 办 宴不宴请宾客 请 谁啊 你们结婚以后住哪儿 住 你没工作吧 我看他也不像是有工作的 你们俩是哪方 你们俩成天就 你爱我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你们不吃不喝 成香啊 我可以先结婚再找工作吗 再说了 我现在这不已经去应聘了 现在就等消息呢 哎 正好啊 那反正就先找一晚定的工作 然后再结婚 这也不迟啊 她肯定是被那丫头洗过脑了 要不然 她怎么不说别的 她就想着结婚呢 你真是 你听我说 欣妖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儿 她好不好 我妈不知道 不过啊 她们的家庭情况 你了解清楚了 了解了解 跟我说了 你不能光听她说吧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一下 等了解清楚了 你再做决定呢 也不迟嘛 我看你就是发神经 我发什么神经了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吧 我爱蒋新瑶 我就要跟蒋新瑶结婚 我不同意你结婚 你不同意我也结 你敢 哎 那什么 火烧的肉 什么炖肉 你去看看去 你看看去 快快快 你死了 你服了 你不同意我也结 你又被骚扰了 你哭什么呀 在哪呢 好 我马上就到 小凡 她人呢 在楼上呢 她又把你怎么着了 她摸我屁股啊 走 找个去 哎 别去了 我已经辞职了 是你自己辞的职 还是她 她调戏不成把你给开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如果是她 因为她调戏不成把你给开了 那我更饶不了她了 是我 是我自己辞的职 你啊 你啊 达明啊 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别反对啊 要不然咱们俩结婚的事先缓缓吧 别因为这个事跟他们吵架 他们不是气你 他们真是气我呢 我妈今天天天天跟我唠叨 说毕业以后找一个好工作 娶一好媳妇 让她赶紧抱孙子 你猜这叫什么 她这叫婚前恐惧症 你没听说过当婆婆的 还有婚前恐惧症吗 我妈呀 怕你把我抢走了 嫉妒你 她会不会是对我不满意啊 不能 你不能啊 这 你第一次见你怎么会呢 就是第一次见才有意见嘛 估计也有这可疑 不管她了 结婚是咱俩的事 咱们自己说了算 要不然 你先跟我回我家 见见我妈 见你妈 见你妈 嗯 也行 行 我妈冷静两天 回头再来再跟她谈 估计这是我爸 做到自己的工作 嗯 我爸那个人还是挺好相处的 我妈也好 你要是顺着脾气了 对你好着呢 真的 咱们什么时候回我家 那咱们现在就去那边 要我说你就是太懦弱 她敢摸你屁股 你灰身就是一大嘴巴 你抽了她 你看她以后还敢欺负你吗 我 你想我那性格啊 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啊 你现在咱怎么办啊 我能怎么办啊 从毕业到现在 还是一事无成 我都换了三家公司了 老板不是拿我当花瓶 这种就是对我居心不了 谁让你长那么可爱的呀 你就不应该去打工 你应该从小就去当童幸福 你怎么还取笑我呀 我不笑了 咱慢慢找呗 这家不行 咱们再找一家 哪那么容易啊 我学历也没你高 我也想去外企 人家能要我吗 我就是特别想问你一句 咱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 咱能不能硬起一回 我尽量 行 算我没说 我真是服了你了 喝咖啡吧你 我说她爸 我觉得吧 肯定是蒋星瑶那丫头 勾引咱们家儿子 我叫这姑娘不错 没什么谁勾引谁 你知道什么呀 那蒋星瑶她是外地人 她毕业以后 她得工作她得生存吧 现在这工作多难找啊 她找到了咱们家儿子 她就等于找到了一长期的饭票 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了 别说那么难听 怎么叫难听啊 这叫华操脸不操 反正我看这意思 咱儿子是铁了心了 我把这接受不了也不成了这个 她铁心了 我还铁了心呢 我不给她钱 她过不了我这关 她就甭想结婚 你这不较劲吗你 哎 这怎么叫较劲呢 我不 我这是为她好 你说现在这社会压力有多大呀 她现在就背上婚姻这么一大包袱 她万一哪一天受不了了 后悔了 你说这怎么弄啊 这怎么办啊 受不了就离别 哎 这像你当爹说的话呀 哎 口误口误 不对啊 那婚离婚那不是儿戏 是是是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在这件事情上 你必须得跟我保持一致 一致 咱俩绝对一致啊 嗯 不给她钱 我看她拿什么结婚 哎呀 要发婚去吧 哎呀 哎呀 这个就是大名 阿姨好 我叫王明轩 大名你好 那咱们走吧 那行 咱打车吧 打车多费钱 我们家进 咱坐公共汽车就到了 您不是过来说堵车吗 对 坐什么公共汽车 坐了半天火车多累 打车吧 打什么车 哎呀 你看看我 上班才不到半个月 就又被开了 我都不知道回家我该怎么跟我爸我妈交代 没事 这不有我的吗 这谁的车呀 停在这儿 真够讨厌的 谁的车 咱把你挪一下吧 来吧 哎呦 真沉 姐 你看那有个人影过去吗 嗯 会不会是坏人 不能吧 这大排天哪有什么坏人 姐 等我 我去找人看帮帮我们 哎 小凡 谁呀 你拍什么拍呀 你个流氓 你个色狼 你个染黄毛的小流氓 我不是坏人 大姐 你不是坏人 你拍人面 你拍人面 我就拍个照 你就说我是坏人 有这么冤枉的事吗 你怎么不是坏人 那你拿着照相机偷拍女孩干嘛 就是 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我是个摄影师 真的 这是我的名片 我不是坏人 我是摄影师 这是我的名片 文浩 叫我文浩就行了 小姐 不是小姐 你会说话吗 妹妹 我觉得我应该比你大吧 姑奶奶 行吗 姑娘 这都行了吧 别拼了 你有什么事 我要拍一组 关于都市青春百里女性的照片 我觉得她特别合适做懂模特 真的 特别适合 行吗 可能我这样邀请你们 可能觉得有点冒昧是吧 你别害怕 这个名片上有我的地址 有我的电话 你可以让你这位朋友跟你一块来 你看她刚才那几下子 其实挺矫健的 谁矫健了 你会说话吗 那我们想想吧 行 谢谢 我现在马上给你们挪车 你的车呀 你说你停这干嘛呀 你不找妈妈 对不起啊 再见啊 再见 当你们电话啊 这个人呢 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你还真想去呀 走吧 你车队里是不是就你缺心眼啊 让你上早班就上早班 他们怎么不上啊 年轻子不是小陈平时能说会道的 怎么不让他开早班车啊 咱不是 领导考虑早班那个事件和路况都不太好 小陈还没经验 我老司机了吗 经验和计划人信得着咱们 这领导要呼你两句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这会儿拿你当老司机了 老孟不也老司机吗 他怎么不去啊 老孟不四十大了 和你们这一撤队就全都指望你一个人 早就下班了吧 怎么这点才回来啊 哎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他们让你上早班也行 咱得给他算点加班费 哎 咱怎么不好意思张作业呢 你干嘛当着冤大头 怎么着 妈 我那个工作 洗手和吃饭 一会儿都凉了 哦 别跟这愣着 哎老张 这个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不好意思 我去跟他说去 你上早班可不是你一人啊 我跟着一块早起 你就告诉领导 你就告诉你说你眼神也不好身体不好 你这不骗人吗 那行 那咱们就心甘情愿当冤大头 哎呀大明啊 哎 别客气啊 阿姨做的饭呢 没你妈好吃 你就凑口吃吧 阿姨看您说的您太客气了 今天您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我都吃不完 今天从有口福了 大明啊 嗯 你和星瑶毕业了 那今后是怎么打算的呀 妈 我们想 我们 呃 我们想 我们想先结婚 结婚 妈 我们是真的想结婚不是闹着玩的 那 大明 那你们俩的工作都找好了吗 嗯 还有你父母知道你这么早结婚能统一吗 哎 哎 我父母早就见过星瑶了特别喜欢星瑶是吧 嗯 工作的事您也放心 我正在找着她马上就要落实了 星瑶这不是要考研吗 就先没找工作 我们俩想呢先结婚之后再落实工作的事 哎呀 大明啊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从小到大我最疼她了 我把她交给你 你可不能欺负她 哎 您 您 您那是 妈 你同意了 我妈同意了 那个 阿姨 我敬你一杯 阿姨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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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两句心里话 嗯 我知道 您含心如苦把星瑶养大不如您 但是阿姨您放心 我王明轩今天向您保证 您把星瑶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对星瑶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 我绝对 我那个 我那个 别着急 慢慢说 你干吗 我干了阿姨 你随意吧 快点 不好意思阿姨 我接个电话 我妈 去 去接吧 哎 给你妈温身好 哎 喂 喂 哎呦 我说你这臭小子 你行啊 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给我打电话 你告诉我你在哪啊 那个妈 你说什么 我信号不太好 你甭给我装啊 哎 我我我说你这里面的杂音怎么这么多呀 我跟你说我信号不好 我听不见 你说什么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你快回来 妈妈有话跟你说 我在外地呢 你在外地呢 你跑外地干什么去了 我在信号楼家呢 哎 你跑那干什么去啊 喂 喂 喂 哎 妈我听不见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然后回头打电话吧 不说了 喂 又怎么了 哎 哎 哎 你儿子有能耐 好心也要他们家去了 见他父母去了 啊 大明啊 哎哎哎 不好意思啊 今天你得在这凑活一晚上 看你哭 哎 来我帮你哭 那个 哎 你家有WiFi吗 啊 哦 网线 哦 阿姨从不上网 所以家里也没转网线 哎呀 抱歉啊 大明 哎 你今天就别上网了 回去我陪你打游戏啊 啊 还是老婆同事 哎 行了 那咱们今天就要早点休息 啊 大明明天阿姨带你上街走走 啊 啊 好 那大明真的要娶你啊 那什么意思呀 不是同意了吗 我没反对啊 我就随便问问 哎呀 我对大明是太满意了 你说他是北京人 北京户口 北京肯定有住房 你要跟他结婚 就不用上外面租房子住了 是吧 你也可以落户在北京了 将来和大明生个儿子呀 那孩子也是北京人多牛啊 就从这点 妈 举手赞成 我跟大明结婚是因为我爱他 他也爱我 您说这些事我可没想过 那我得替你想呀 哎 大明这孩子人真不错 很实诚 可是我觉得身上就是有点瘦也稀奇 咱们从那火车站出来 明明可以做公共机车 非得打地打地多个人也不少接约 不过这都是小事啊 你妈还是支持你们在一起的 大个车就少爷脾气 妈 等我结完婚安顿好了 我就把您接到北京啊 妈感情好 哎 那大明能同意吗 他当然能同意了 到时候你们俩我都能照顾 那多好啊 喂 喂 小凡 什么事啊 我想试试啊 是什么呀 那照相的事吧 你看那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你别搭理他 我觉得他态度还是挺诚恳的 要不然也不能给咱名片啊 态度诚恳改名片 就可以是好人吗 你也太天真了吧 不是 我要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辞职了吗 现在也没有薪水赚 我要是真能给他当个模特儿 顺便再赚点钱 也挺好的 然后我也就好跟我妈解释我辞职的事 他就不用再跟我唠叨了 那您给我打这电话是什么意思呀 我 我自己不敢去 我想让你陪我 我说张晓凡的 我乍童是不是上辈子我欠你对我 那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没招没招的 行吧行吧 那我明天陪你去 明日再联系吧 先挂了 哎呦 哎呦 我没说我容易吗 上辈子欠你的 我妈对你可满意了 连户口本都给我带出来了 你们家呢 我什么态度你还不知道啊 我取定你了 我说的是你妈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咱俩结婚谁说了也不算 行 好了 咱俩这就是家拿后果拍的 哎呀可别去 啊 你要真这样把婚结了 你妈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那你说怎么办啊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说 我说 我再去见你妈一次 尽量能让她改变一下对我的看法 那要不然我去你们家做顿饭吧 我会做饭啊 还真把自己当收起小媳妇了 我向你保证 只要有我在 我妈只有铁鞋的分 走 蒋新尧 我取定了 我不同意 不同意我也取 我坚决不同意 我取 你怎么就不理解爸妈的苦心呢 你刚毕业 没工作 没收入 什么都没有 你要是结了婚 你这负担有多重啊 再说了 蒋新尧他们家是外地人 你们结婚以后 他们家亲戚 三天两头就会跑到家里来 吃你的喝你的 要你帮这个帮那个 我说你得多累 你还不得累死 你怎么只看到婚人的负面影响 怎么跟我好的一妹看 我和蒋新尧结婚了 我有家了 我生活稳定了 有人照顾我了 我工作起来才开心啊 而且我有嫁以后我有压力 我就会更加努力的去赚钱 再说了 人家蒋新尧不是找不到工作 他妈生活也挺稳定的 他们家是单亲家庭 就他妈一个人 我也没什么压力 怎么就不能结这婚 你光看这正面 那负面给谁去 你以为这单亲家庭 它就简单了 单亲家庭一点都不简单 你们俩一结婚 他妈妈 名正言顺的就可以住过来吧 那我问你 你有条件安排你来丈母娘吗 想太多了 我倒是想的不多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爸 自从蒋新尧知道我妈反对我们结婚 人家就一直劝我让我跟我妈好好谈谈 人家还想主动到咱们家来干活了 就是为了能够争取你的同意 在家凭什么这么对人家啊 那你们两个人也不一定马上就结婚嘛 现在这婚姻呢 必须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没有物质作为保证 这婚姻一推就倒 我这可是为你好 也是为他好 只要我跟蒋新尧结婚 我就算撞着头破血流 我也不来找您 行吗 臭孩子 你找什么 你找什么 干嘛 找什么 爸爸糊口本呢 住你大舅家去了 你怎么这样啊 你想学那电视剧 自个把糊口本拿走了 然后就登记 我还不知道你 行 这婚我结弟 谁也担不住 你坚持吧 要和他结婚 你又别想进这家门了 我说你干什么 你这就光看戏了 你怎么也不说这话 你真是的 讨厌 你不说 一份复 你怎么来了 别动手动脚的 伸手脚尖的姐姐也来了 今儿穿的真不一样 她是我妹妹 所以我就跟她过来看看 不要从她是动成弯脑筋 我在你们眼里 有这么变态吗 你用我妹妹当模特 准备给她多少钱呢 钱 难道你要想白照啊 不不不 白照怎么可能了 两百 走 小白 不给她照 好商量 好商量 小商量是多少啊 五百 但我有个要求 这模特 得还成你 我妈这招太绝了 竟然把户后本藏我大舅家 你说 谁给她出的招 那咱们是不是不能结婚了 谁说不能呢 可是光凭我一个人是不小 我就请求外援 请外援 我找了个厉害的主 给咱使一笔杀器 谁啊 我发小 你哪个发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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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人女孩眼神我就是都不对 这么多年了你的身上还是都不太大 别打了 这就是小嫂子吗 几天不见你功夫进场 一直都有恋 卡普奇诺 好的 请稍等 追了四年终于是追到手了 听说还在游乐场上演了生死实塑 好浪漫 好感动 这小子一张嘴没什么正经话 我发小离心 他爸跟我爸是战友 我们俩从小一军区大院长大 他爸后来下海了 我爸去了机关 他爸做生意发了财 这不成富二代了吗 前两年一直在国外混 这不拿了个野鸡文凭刚回来 能不老挤的我吗 你好 蒋兴尧 你好 离心 叫大牙犁就行 大牙犁 家给我起的外号 多浮你的形象气势 原来还琢磨着叫牙广黎 说正经的 真是来让我对付你妈的 看来通过正规途径是很难跟我妈这种霸权主义对话 所以必须把你找来给我出一个歪主意 何人你找我来是来出歪找的 正经的你会吗 不会 你们俩说我去趟洗手间 行 胖了你 别看了 别看了 没听说过长嫂如母 这要搁以前你就得给他跪下行跪拜大礼知道吗 一边去 你真要取的 我是认真的 不是兄弟 你刚刚大学毕业 即将不如画画世间 青春年华风华着梦 血气方刚 风流倜傥 我就想问你 你真为了这一棵小桃书放弃一种片森林 要森林再大书再多 找到一棵核实你的不容易 我这不才找着吗 我必须得珍惜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刚刚爬上第一棵树 你觉得它适合你 问题是你还没有爬上第二棵树 你怎么知道第二棵就不适合你 你就是有一整片原始森林 你数再多 有一棵树敢为你掉叶的吗 蒋新瑶敢为我玩命 你能找到这棵树吗 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儿了 好吧 我只能对你这种不理智的行为表示 恭喜了 我谢谢你参加 不用客气 既然你都这么坚决了 那问题出在哪 我亲妈 你干妈 她不干 所以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就是 你亲妈 我干妈 没错 这话算说到点了 到什么程度了 我妈都把户口本偷走 藏到我大舅家去了 你出到什么程度了 这么严重 你以为呢 快 我告诉大家 赶紧给我出去注意 奖心要我取定了 听到没有 给我找个既有效又速度的方法 让我妈答应我取奖心 听明白了吗 这忙你要是帮我了 我谢谢你一辈子 最快最有效的 很点儿行吗 没问题 那就 彼此相比吧 我这次拍摄的主题呢 是白领历人 原先我觉得小凡挺白领的 可今儿我一见了你 你简直比白领还白领 真的 再加上那天那伸手 那气势 活脱脱一个白骨精 你是黑山老妖 这白骨精是赞美 白领加骨干加精英 五百 照不照 你小子别犯坏啊 这光天化日的姐姐 你们俩人我一人 我犯什么坏啊 唱了就照我呗 咱俩那五百块钱你得照给 陈娇 不行不行不行 动作表情都不行 你会不会摆pose 不是那你想到什么姿势 什么表情 什么pose 姐姐我可是花了钱呢 你能不能敬业一点 我求求你了 行 那你告诉我怎么摆了 好 你掐个腰 就别骗乱了 来来来 来 坐下 好 这是咖啡 咖啡 这是一本杂志 空的 想象行吗 想象 来 悠闲的常态 悠闲的 不是 我们平常在办公室从来不看杂志 从来不喝咖啡 我没有茶水煎的 我是摄影师 我要的是画面 想象力 再来一声 微笑 对 就是角度 来 一 二 三 往上去 来 我 再来 我 我 国外网站上买豆腐涂药 吃完就涂 那样跟喝了滴滴味似的 但你放心 绝对没有生命危险 这没副作用吗 什么话 我能害你吗 国外学生都拿着陶克用 是不是有点过 我不可以觉得 要不算了吧 我都会有点害怕了 现在不是生命成可归 爱情价更高吗 不是为了结婚 为了逼你妈妥协吗 这点罪你都受不了 谁豪言壮语的 还逼着我给你出主意 怎么关键是跟你就怂了呢 这不是心里没底吗 这您吃不这样 行那你还 我吃 我吃 心里没底的东西不能吃 行行 你记住了 如果我王明星有个三茶两短 那非咱们俩爱情而死呢 大明 你都死了 还什么爱情啊 你别管我大一关的事 我一定得吃 大明 大明 从这一刻起 你就是我呕吐的对象 偶像啊 你去 哎 嫂子 一会他一上劲 你就打120 我就给他家去电话 你不要再打一会儿 我再打一会儿 我再打一会儿 又反应了 这么快 尽管其量的 大明 没那么快 是你心里作用吗 怎么样 你把我姐拍的真漂亮 我是专业的 这张还好 来 给你的费用 谢谢 不点点 不用点 拿着 她本来就是冲你来的 拿着 这次我为了拍美女可够大发了 怎么了 我们老板只肯出两百 这其余三百是我自己套的腰包 你们都要一分我都给不了 你们搞艺术的 自然穷 但是还挺肯花钱的 那大人 艺术能有钱来衡量吗 对 等到照片出来以后给我一份吧 好 我请你吃饭 就算是谢谢你的慷慨 那你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照片出来 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好 等会我带着明天呢 给 我电话在上面 打这个就行 喂 干嘛 大鸣自杀了 对 不 没死 我们现在正去八院抢救 您喝干爹块来 好 拜拜 大鸣 大鸣 为了爱情 我吃飙大鸣 你吃饭 你吃飽好 你吃飽好 你吃飽爱 你吃飽爱 总是做怕又怕 反复挣扎 我们无以为这是成长的代价 经历太多的变化 心不断挣扎 丢掉了原有的融洽 总是花中有花 没花交花 却不知脚下感情的路 一分差 想个办法 能把爱留下 两个人都牵挂 何必要假装潇洒 拨一个无人的号码 说说我的心里话 别让泪水不停 在寂寞中挣扎 爱就爱吧 把情绪放下 晚上们回到家 把任性藏进山坊 到一句为爱的牵挂 曾经的温柔拿回来吗 等待只有时间 能给出的回答